新著名演員阮氏翠衡出道七年 曾在京中劇新娘嫁到演出 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入围最佳新人獎 近日又首度在八點檔市井豪門 中展露頭角 事實上 他嫁到台灣已經20年 曾經有段時間過得很苦 連回娘家的機票錢都拿不出來 不過經過多年打拼 現在他終於苦境甘來 據聯合報報道 阮氏翠衡從18歲就嫁來台灣 當時夫家經濟並不寬裕 還未踏進演藝圈之前 他是一位美容師 一家子生活過得很苦 想回越南娘家都要靠娘家出錢買機票 當時丈夫送他到機場時 還掏出僅有的五千元全部塞給他 要他帶回去當紅包給媽媽 雖然生活不容易 但阮氏翠衡滿足的表示 我愛這個家 所以我沒有逃 因緣際會之下 阮氏翠衡一腳踏入 原本不在人生規劃中的戲劇之路 他付出許多努力 拼命學習 在京中劇《新娘嫁到》一亮相 就在觀眾心中由下深刻印象 近日他也在市井豪門本色出演在台灣經營越南小吃的老闆娘阿英 這也是他首次拍八點檔 他直呼 太震撼了 拿到劇本馬上就要備熟 讓我一個頭兩個大 他也拼命練習台語 不想給劇組造成負擔 不知不覺阮氏翠衡也嫁到台灣20年了 經過多年打拼 他從一位完全沒有演戲底子的素人 如今在八點檔參與演出 不拍戲時做網路直播 還開了一家越南美食素食料理 生活也越過越好 現在不用擔心父母每個月的生活費 家人也都獲得很安定 有房有車有司機 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生活獲得健康平安 也會繼續努力賺錢供給孩子念大學 所以我要加油加油 給大家感應 夜市民家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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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市民家裏 在內市民家連夜市民家已壮大 這位 erosho